三四个人七手八脚分工合作 把奄奄一袭的被害人扛上车 一路上的车速不快 看起来很从容 不过送医之后竟然抢救无效 21号晚上10点 线上博弈公司的老板和员工 把被害人压到新北市三重 租赁公司的老板和员工在外把风 办公室里面又是拷问又是动手的 就是要被害人交代 公司两百万的款项跑去哪里了 结果竟然闹出人命 警方追查线上博弈公司总部 原本设立在台南 两个月前北上为了躲避茶器 所有金流都是以现金为主 员工身上常常身怀巨款 短少了两百万才去卢州租屋处 把被害人找出来借场地问话 案发之后老板还去泡三温暖 到案之后坚持是员工侵占公款 才动手 原本只是想要给个教训 却不小心失控 统统都被依杀人罪引送 华氏新闻 旁边华氏新闻新闻报道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 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